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请来到外交学院的苏浩教授 苏浩教授是国际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的主任 大家 苏教授 跟我们讲讲欧洲独立性问题 你们学者怎么看 对欧洲确实是一个处于一个摇摆当中的独立 我把它称为摇毒 摇摆当中的独立 摇摆首先是 欧洲首先 它自认为它是西方文明的核心 欧洲人其实一直看不上美国人 所以美国人也是我的边缘出去的东西 都是西方下山浪的过去 包括美国的人 你这样慢慢的发展起来 你现在牛了 现在变成一个所谓的土豪了 你现在都反过来压我了 这里是他内心深处 他不舒服 所以欧洲人一直强调欧洲是世界的一级 从从角度来看 它一直有传统的这么一种所谓的欧洲独立性一直存在 包括在冷战期间就如此 对吧 法国到时候大国人一定要把这个北约给牵走 我法国作为欧洲的代表者要有我的独立性 所以冷战就如此 那么冷战以后呢 这里才更加的突出 但是再怎么这个独立性啊 对欧洲为什么说它摇摆呢 就是它首先它必须是西方文明的主体 那么美国呢 是西方文明的极大成者 可以这么说啊 因为毕竟它是老大 而且呢 有是各种文明 欧洲的大量的移民 各国的移民都到那边去汇集起来 所以把这个美国做强大了 所以美国认为我是西方文明的主导者代表者 那么欧洲是西方文明的本体所在 所以这样的两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 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它又无法和美国隔世 不然就要说跨大西洋的这个伙伴关系 是欧洲人的取向 这没法改变 美国是如此 欧洲也是如此 所以这两者是一体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西方文明的核心一体 这点是没法改变 但是呢 毕竟是跨大西洋 然后呢 欧洲呢 由于很多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 又导致到它和美国有个一致 美国的行为一定程度上 损害了欧洲自身的利益 所以导致它也寻找它 我自己的自作性 独立性 以及我的利益的体现和保护 这样的话 又和美国造成一系列的差异 甚至于还有矛盾 尤其在川南部时期 这个矛盾非常明显 这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呢 就是欧洲呢 毕竟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压力 来自于北方 也就是俄罗斯 那么从近代以来 欧洲一个最大的心腹之患 是俄罗斯 按照西方人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理论啊 叫做大陆的心脏地带 Hotland 这种所谓的心脏地带 麦金德的理论 那么俄罗斯所在的大陆的心脏地带 一直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一个威胁 而且是可能会整体的把这个欧亚大陆控制起来 这对于欧洲来说 那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所以来自于俄罗斯这个威胁 从近代一直到冷战 连接到现在 对于欧洲人来说 西方西欧人来说 仍然是一个他的心腹之患 他也认为 尽管一定成长 他也需要和俄罗斯的协调 甚至需要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等等 石油等等 但是他的内心深处 跟俄罗斯属于对抗性 正因为这种对抗性 导致了美国 那么就以此来拉住欧洲西欧 那么变成了西方文明的一体化 来共同应对 来对俄罗斯的这种挑战 所以这就导致了欧洲人 既要追求自己的一定程度上的 自主性和独立性 同时又无法和美国割舍 在这么一种摇摆状态的这种状态 好理解 苏先生您看今天的俄罗斯 还有心把欧洲那边拿过来吗 他们是经济上有力量把欧洲拿过来呀 还是他们对那个土地有某种觊觎呀 今天欧洲人对于俄罗斯人的这种担心 是不是有点没有与时俱进而生成的心理反应过敏 既然有忌惮 既然要处理好这个关系 干嘛要北约东扩呢 干嘛要尽招呢 干嘛要格式化俄罗斯呢 干嘛要支持俄罗斯街头的那种反对派的革命 推翻普京呢 怎么看 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因为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西欧人 都有一种非常深的一种所谓的叫做势力范围的这么一个情节 就是说我的核心欧洲一定需要有一定的空间保障我自己的安全 俄罗斯也同样如此 我的俄罗斯的这么一个生存需要有一定的空间来作为屏障 作为保障来保证我的安全 当初过去冷战期间的苏联是非常强烈的 东欧也好这一块那是他的势力范围 那么苏联的解体导致了这一块突然一下子下去 对于欧洲人来说 那么有这样的好的机会 让我的这个空间更大 势力范围更大 所以尽可能的让我的这个和俄罗斯的这么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来对抗 把它压缩俄罗斯的空间 所以无论是欧盟的东扩 北约的东扩 包括现在的乌克兰问题 还有格鲁吉亚问题 这一系列东西都是欧洲人 当于包括美国的背后的支撑之下的这个欧洲 进口内的把它的空间扩大 来防止最坏的状况 就是俄罗斯这种威胁 在最坏的时候可能会这样压下来 而导致欧洲人的这个巨大的威胁 所以从这个讲书来看 俄罗斯欧洲人一定要进口内的扩展 当时因为我在欧洲过去也待过一段时间 包括在一些不同的国家 作为一些访问教授的做过 所以我就问欧洲人 我说你们这个欧盟东扩 我感觉到你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过度东扩 对我同意 其实这个情况在别的地方也存在 比方说我们的亚洲地区有这样的问题 过度的区域的扩张 导致的结果是区域内部的凝聚率的下降 而且导致区域内部的各种矛盾 更加的凸显 欧盟东扩就是这本一个结果 所以你看把东欧扩进来了 把波罗提海的国家扩进来了以后 很多的东欧人到西欧去打工 大量的这种劳动力的流动 导致西欧本身的经济反而造成了问题 所以现在东扩的结果 反而是让欧盟本身内部凝聚率的弱化 以及核心的欧洲 它自身的实力反而受到了削弱 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是这样的 但甚至还影响到了英国 感觉到这样做了 结果我在欧盟还干嘛待着呀 刚才我走吧 所以导致了英国的脱欧 德国这些欧盟过度的东扩有关系 这个北溪这个项目 在您看来这事成得了成不了 我觉得成得了 成得了 没办法 因为对于德国来说 刚才也涉及到了它的自主性了 对呀 无论是法国还是尤其是德国 作为欧洲的核心国家 德国实际上它的自主性比法国更强烈 你看当初的这个两战的这个德国 那就是突出体验它的这个自主性 对吧 当然现在它不敢这么做了 但是它潜在的这种无论是这个客观实力的支撑 还是它心理上的这么一种潜在的这个追求 还在那 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说 那么我自身如此强有力的这么一个经济实力 那么要给我的相应的这么一个在欧洲也好 乃至于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好 要相成 那么对于德国来看 保障我自身的经济的发展 和它进一步的提升繁荣 那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因为它自己的资源不够 尤其是能源的来源的不够 那美国太远 太贵 近战身边的跨过波罗的海 就能够获得这个便宜的资源 干嘛不要啊 对 所以对于德国来说 这是至关重要的 不可放弃的利益 正因为这样 面临尽管美国如此大的这个高压 但是德国坚持要做下去 而且我看 应该是这个项目会做成 嗯 这很重要 如果北溪项目黄了 那欧洲至少德国经济是要严重受挫 进一步依赖美国 导致政治上也不得不依附 那就没有欧洲 欧洲独立性就没了 如果欧洲独立性被取消的话 那欧元 蒙德尔的辛辛苦苦的欧元 也可能要拉吹 欧洲人是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 但是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 欧洲人好像也是如您所说 摆得很厉害 一方面不肯放弃 中国14亿人的大市场 一方面呢 又跟着美国象征性的制裁 对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历史的很多传统的问题 近代以来 那么欧洲作为西方殖民主义的 这么一个核心区域 以及过去的列强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载体 那么一直 他认为在欧亚大陆 欧洲是核心 是主导者 那么现在呢 再加上美国的这个实力支撑起来 导致了欧洲 他自身的这么一个潜在的 这么一个追求 和他的所谓的这种野心 他认为欧洲 仍然还是世界的这个主要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模板 那以此来影响 整个的这个欧亚大陆 所以在这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中国和欧洲 有一定程度上的结构性的 这么一种矛盾 就是西方世界 和东方世界 这么一种矛盾 所谓现在的 我们说的西降 而东升的状况之下 无论是对于美国人 还是欧洲人 心里闻得很不舒服 当然 所以我到欧洲 是明显的感觉到 过去有好多年前 三十年前 我在欧洲的时候 我们确实那么很弱 和欧洲人非常的自负 你中国人拿来向我学习 他不在乎 但是你现在再去欧洲 你明显感觉到 欧洲人感觉到 很敏感 敏感 妒忌 也得需要平视 不舒服 或者是服事 现在需要平视 那么他心里也不舒服 所以这么一个和欧亚大陆上的东西方的平衡的状态 对于一直有这个习惯性的 传统的这个西方优越感的这么一个欧洲 他心里是不舒服的 所以 那么现在还有 他相当成的还有一定程度上的这种优势所在 无论是他的这个所谓的 他自认为的这个他的政治的体制 那么特别是他的经济的这么一种 现在相对来是比较发达的这个整体的经济体 他怎么还有优势 所以尽可能把这种优势 把它维持下去 保持下来 那么他自身力量不足 美国就是很好的靠商 甚至于依托于美国 那么来压制东方 特别是中国 那么尽可能保持他的优势 这是他的战略性的取向 这个他不会改变 而且要坚持 正因为这样 所以欧美一体的这么一种 所谓的跨大西安的人 同盟也好 伙伴也好 就是他们的这个根本的取向 所以对于中国 还是第二位的 当然他也知道 经济的发展 美国跨大西安 还是远了一点 中国 作为欧亚大陆这个连接 长远来看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就是欧亚大陆这个整个大 欧亚大陆的体系的建构 对欧洲来看 还是有他的利益所在 尤其中国的大市场 以及未来 整个欧亚大陆 连接起来了以后 对于欧洲来看 也有很大的这个空间 它的经济 有很大的空间 以及甚至于包括处理一些相关问题 像中东问题 那么对于欧洲来看呢 靠美国不见得能够解决得了 那么可能需要靠亚洲国家 特别是中国 能够发挥作用的话 对欧洲来看 还是有利的 这个中欧投资协议 现在遇到一些麻烦 不知道这股风什么时候能过去 您判断 签下来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 那把两种可能吧 那这中间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东西 对 我觉得决定性的因素对于欧洲来说 还是经济利益 因为对于欧洲来看 它要保持它的优势 无论是在欧亚大陆对付东方 还是跨大西安应对美国 经济是它的一个基础 没有欧洲的经济 它两边都玩不着 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一定要保持欧洲经济自身的这种 稳定也好 发展也好 甚至于繁荣也好 以及它的优势也好 这必须要做到这一点 要做到这一点 经济靠美国有限 而中国是非常大的 这么一个潜在的和现实的市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欧洲还是愿意签这个投资协定 而且以后 可能除了建制量还要把它扩大 包括市场 当然自由贸易协定可能很难 但是一定程度上的 这么一个贸易上的深度的连接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跨欧亚大陆的这个中欧班列 对于欧洲是有很好的一个机会 也给大家很大的很大的利益 你看 一路这个斯维斯银河一堵 你看这些很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中欧班列不断的在进行 对它来看是一个新的空间 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个人的判断 我觉得如果是不说大的意外 应该说中欧统治协定 还是可以在最后的得到实现 当然这里边就看 美国的是不是高度的压制 当然以及 中国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现在当然这些问题 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还是带有这种 人权问题也好 它不是核心性的这种 所谓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 那么现在涉及到棉花了 主要是美国的不和党的 对于欧洲来看 它不是主要的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身体来看 对于欧洲来看 经济的取向 决定了它还得需要和中国 继续维持这种紧密的经济合作的关系 这边是价值观 这边是真金白银 对呀 这欧洲人呢来回跳舞 来回跳舞 来回摇摆 最终您认为 它还会压保在这个经济上 中欧协定还是能够 投资协定还是要签下来 我的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现在一定程度上的这个价值观呀 也是它的一个筹码 他用这个做来玩这个筹码以后呢 你可能跟我更多的利益 对 当时作为一种交换也好 作为一种平衡也好 会发挥这样的作用 但是经济 我觉得还是欧洲的核心取向 中国一年 光是2020年 就是华为啊什么TikTok 就给他们投了800多亿美元 这是真的就落户的 而且中国企业在这是真金白银 砸过来 并且再变成你们欧洲的本土企业 对一谈死水经济增长 一点都非常难 就业困难 特别是遭遇的 所谓难民危机的欧洲来说 这是太难得的事情了 你跟美国 美国投资来 没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他们不肯放弃这个东西 与此同时 还有中国庞大的市场 14亿人的市场 所以我是同意您的看法 我觉得老实说的告诫 可能还会是这样 但是即便是中国和欧洲签了个人协议 互相投资协定签了 欧洲自己有些事好像也很难解决 我的一些朋友在欧洲 他们说欧洲的白左 欧洲的政治政权 已经到了很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比方说有一个突你死的难民 阿拉伯那边世界的难民 闹完革命就去了 就去了德国 在德国 他没有取得身份 可是他参与政治 参与政治他要把作为文物存在的 希特勒曾经去过的帝国大厦 一进大厅里边的一个铜牌给改了 那铜牌上面写的是为了德国 他说这是殖民主义 要改为为了世界 这件事情 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老远的看去 你也没有那身份 你是个难民的身份 你到那你要改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文物啊 但是呢 这件事情确实在德国 受到了一些呢 所谓左派政治家的那种欢迎 就说你看 太大胆 思想解放 可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的是难民在社会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像法国也是一样 法兰西斯坦 呼之欲出 欧洲怎么走出难民的困境 这我觉得肯定也是欧洲国家的一个世界 我感觉的很难 现在实际上 我当上十多年前我在欧洲待的时候 我感觉到欧洲基本上是个白人国家 对吧 来个什么的这个 当然有些殖民时期过去的一些移民 像黑人也好 或者印巴人也好 但是基本上是感觉到这些人呢 就是一个下沉的一种服务性的这个行业的人 但是现在是大量的这个阿拉伯人过去了 穆斯林过去了 所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种族结构 那这一项对于欧洲人来看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但尽管这样 因为欧洲人呢 一直传统的形成了他的这个 欧洲的这种西方的这个优越感 对于其他种族的他的优越感 所以他也感觉到对其他种族的这所谓的同情 刚才所谈的这个白左 就在这个社会 他觉得我是优势的优越 我对过去欺负了你们了 现在我呢 要给予你们利益 给予你们解放 给予你们这很大的这种 是你到我的这地方来 共同共享我们的生活 所以欧洲社会里面相当于一些 左派的或者理想主义的这些人 仍然在社会里面影响非常大 但是现在欧洲看到就出现 逐渐逐渐出现一种 政治上可能要会分野 会越来越明显 就像美国也造成政治的撕裂一样 可能慢慢的 欧洲也会出现这种政治的撕裂 白左会非常的强调 他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自由主义的 理想主义的这种传统 但是利益的取向的这些 这些资本家也好 政治家也好 会逐渐逐渐的对这种移民问题 进行压制 所以现在事实上 欧洲已经开始出现了 因为现在一系列的所谓恐怖者 袭击也好 今天社会的动荡也好 都是跟移民有关系 所以现在呢 可能这方面也在逐渐的强化 其结果导致了欧洲造成一种社会的对立 甚至可能是政治的对立 有所谓导致欧洲 肯定是很难解的一个政治的撕裂问题 和种族的撕裂问题 嗯 在北京人一眼的一个老戏茶馆里边 有一个清朝的一老 日子过得很艰难 吃饭都困难了 烙饼卷大葱 都很困难了 但是呢 他一定要提这个鸟笼子 穿着长袍 说人饿了 这鸟不能饿了呀 这是破落的贵族的形象 今天的欧洲啊 和这个清朝的一老一少 有点相像 他们有自己的优越的传统的历史 其实本质上种族海盗文化 只不过包装为先进的优越的文化 另外一方面呢 政治上呢 对美国有依附他们所谓的三观一致 但是身体是诚实的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向上的市场 对欧洲有很大的吸引力 因此欧洲现在呢 他的身体身段来回摆 在做着一个高难度的杂技的动作 祝他们演出成功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